嗨,大家好 我要練習一下這個G Major Scale Partimento 裡面重要的Vocabulary就是Rule of Arctic 簡稱叫RO,Rule of Arctic 就是在一個八度裡面的上行跟下行 這幾年發現這個東西非常有趣 因為在古典樂裡面,我發現這個有一個新的名詞叫古典吉星 古典樂是如此的好聽,那配合上吉星那太優美了 我們在爵士樂有提到吉星 似乎好像這個有一些人有特殊的能力 那廢話不多說,就試試看吧 我現在要談這個G Scale 好,來來來,試試看 Fan'raft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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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Fan'角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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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因为没有办法控制,没有办法计算,在脑袋里这么快 但是大家可以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个音乐的和声,蛮好听的 跟流行乐也不太一样,有一点点古典的感觉 所以接下来我就想要介绍 他的一些基本的规则 还有这个研究如何利用Rule of Active 然后这样的概念利用电脑 因为我们电脑很容易去知道低音,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上面的几度 然后电脑在MIDI上面是可以运算的 所以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潜力 可以用来开发一些电脑辅助 学习的工具来帮助对于古典即兴有兴趣的 那就好像学习语言一样,我们需要Vocabulary 我们需要一些练习 OK,好,大概就是这样 谢谢,拜拜,谢谢聆听